- 嗨!各位母親,各位年來看的粉絲片,我們大家好! 又到了早餐會報特別篇的時候了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比較中式的早餐 其實是因為這次請到台灣國樂團 來跟我們介紹一場非常特別的音樂會 但是它好像又不是很純粹的音樂會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的來賓 台灣國樂團的行銷宣傳名位 嗨! 還有這次演出的策展人鄭玉芬老師 嗨!大家好! 樂嶺 聆聽布農的音樂故事 這個演出是結合國樂團和原住民元素的音樂會 那我覺得觀眾可能會很好奇 要怎麼樣去把這兩個元素結合在一起呢 可不可以先給我們講一下當初想做這個製作的原因 台灣國樂團其實這十年都常常做原住民的主題 那我們的slogan是用國樂速說台灣最美的故事 原住民族現在在台灣有十六個族 是非常豐富多元的文化 所以他們當然是最美的故事之一 而且他們的音樂相當的有魅力 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有做一個狂熱阿密斯 就是跟阿美族的格根樂團合作 2011年的時候有做這個唱歌吧孩子 是跟台灣原生童生合唱團就是馬比德校長那邊合作 2014年的時候我們有做一個馬利亞夫在哪裡 那這是我們樂團三十週年的一個大型製作 前面的兩檔都是比較音樂會的形式 那從這一檔包括樂嶺開始我們都有結合劇場 多媒體劇情啊它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它不是只是單純的音樂會 對它就已經不是單純的音樂會了 今年用布農族為主題 不知道像曾鈺坤老師 妳那時候接到國樂坦的邀約 說要以布農族為主題來策展的想法是什麼 一開始覺得非常頭痛 OK 頭痛的原因是 因為我是做民族音樂的研究 台灣原住民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所謂 Polyphony 副音歌唱 它的美就是在於它的A Cappella 事實上它真的不需要加入其他的東西 尤其是布農族 布農族呢大家應該知道 所謂的Babasibubu Babasibubu 那個東西是根本不能夠再加任何的 加了不見得會好 它們本身就是很完整的 因為布農族非常特別 它們的副音西方的角度來講 就是整個合聲 那個線條是漂亮的 所以從兩個角度我都覺得好難 一個就是從音樂的角度 它本身是一個完整的豐富的世界 現在要加上國樂 而且是非常不一樣的風格 布農族是一塊一塊一塊 整個就是魂圓的 都是和聲的東西 國樂的特色事實上是線條很漂亮 那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要做一定要做好 我們不能夠變成化神天主 一加一絕對是要比二多 我們才要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音樂上 在文化上 漢族跟原住民 從古到現在就是各種的情感 糾結 這裡面有很感人的 也有很傷心的 這些東西又會觸動一些 比較敏銳的情感 所以對我來講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重責達人 怎麼樣藉著這個製作 讓兩個音樂的語言加在一起 可以是加成 而不是相互干擾 讓這兩個族群 經過這樣操作的過程是 更加融合 更加好 對台灣這塊地方的文化 是加分的 所以我的頭痛是來自於這個 實際執行後 應該沒有到那麼頭痛了吧 我們一定要在兩個文化間 找到阿基米的點 那個點找到了之後 可以讓這個東西加成 所以我就找了我最好的搭檔 吳瑞蘭老師 他是在奧地利的作曲家 他本身也有民族音樂的概念 懂得傳統的東西 他知道怎麼樣從傳統的視角 去加入他擅長的西方戲法 從這樣的角度 就是所謂的家 這真的需要觀念跟技術 還有我覺得胸毀 然後當然要找上原住民的祈禱 整個原住民第一個族語詩人 就是布格尼斯馬哈山 布格尼老師 所以他是我們整個的文化顧問 從頭到尾會有一個說書人 而且從頭到尾是用布農語來說書 這個說書人就是我們的布格尼老師 我們把祈禱放在台上 他就是我整個敘事的主角 我自己的定位 會把這一齣樂靈 定位為一個布農族的史詩劇場 像您去邀請這些祈禱的時候 他們聽到 是跟國樂團合作 有沒有花什麼心力去說服他們 族人倒還好 他們其實很希望他們音樂被聽到 被看到 那因為我跟他們是很長的交情 基本上我跟他們講 他們就很開心的 願意啊 然後我們要弄劇場 我就跟國樂團 他們就覺得 好 因為他知道我會嗨他們 OK 就是因為很信任就對了 信任 真的 我覺得跟原住民朋友 在做研究的時候 那個信任感 他們一定要知道你尊重他們 不能說一直在月� 月� 月� 為什麼呢 尋找生命的出口 以前他們是在平地的 據齊老講 他們的Coach 最後一次跟漢人的征戰士 被鄭統宮趕上山了 就是失敗了 於是上山 以前他們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後來他們就變成高山原住民族 所以後來就一直都在嶺上 對 然後在高山生存不容易 更地有限他們就要遷徙 遷徙 遷徙 這為什麼現在布農族 有個中央山脈 在花蓮 在台東 甚至高雄 那馬下 桃園 到處都是布農族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會 參加 他們這兩者合一 像我們這次情的 布農文化協會 它就是很接近主曲 第一站南投的一個團體 一個部落 事實上他們都是 部落都是親戚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證明 就是這個東西 是布農族從大自然的聆聽 音樂的實踐裡面 他們就發展出 這麼令人驚奇的 富音歌唱 所以在這裡面 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設計 讓布農族人 做他們自己 很自在地唱他們的歌 讓樂團能夠 以自己音樂的專業 扮演一個 不管是敘事 不管是抒情 不管是扮演漢的文化 在適當的時候 北館就出來了 那就代表文化的主題 在中間一定要有一個出媒點 讓這兩個主題 在一起 所以這個音樂劇場 其實不是只有 台上的演員或是歌手 在做演出 反而是音樂本身 好像就也是 是音樂本身 劇情本身 全部扣在一起 那這一次的演出 是12月7號8號 在台灣戲語中心的 大北人廳 那不知道 會怎樣利用 大北人廳的空間 去進行演出呢 大表演廳 它是一個真正的劇場 所以像這個 Maliyah 當初是在 國家運廳演的 它沒有那麼完善的 一個設備 但是大表演廳 我們現在就有了 該有的布景 燈光 多媒體 我都 我都可以做好 大表演廳 它的觀眾席 是我很想要介紹 給觀眾朋友 一樓的觀眾席 其實非常的舒服 它的距離 最多就到20排而已 20排在其他 像國家戲劇院啊 國家運廳 都還是貴賓席 它的寬也大概到40幾號而已 所以它的整體而言是很舒服的 只要在一樓的空間裡面 你都會覺得跟舞台之間它是近的 而且我們也會把前面的樂池的部分下降 或者把它拉平 讓觀眾席跟舞台 它是更接近的 所以說在大表演廳欣賞節目 我覺得是非常推薦給觀眾朋友 尤其是這種劇場式的 它會讓你覺得更新奇的體驗 因為你離樂團真的很近 很舒服 視野也很好 而且交通也算蠻方便的 對 對 做到資產展1號出口 有轉5分鐘 去過了其實就知道 像我自己也去過那個大表演廳 那時候第一次去也覺得 這是一個很讓人親近感的劇場空間 所以觀眾朋友真的可以來欣賞 除了弄租的PASSIFICT之外 國樂團絕對是最大的編制上台 不會讓觀眾朋友們失望 那整個劇場前台都會佈置 所以觀眾一進來 他會整體的 會很開心的 對 然後他可以來拍照啊 來留念啊 然後再看這個劇 看YouTuber你是感覺不到 你一定要進劇場來 整體的 套裝式的行程 突然就不會有一定會很開心 那就期待在這個 12月7號 8號 禮拜六禮拜日的下午2點半 在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可以見到大家一起來欣賞這場 台灣國樂團帶來的 樂靈 聆聽布農的音樂故事 那麼母子女早上會報特別篇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 今天早上會報大家還喜歡嗎 喜歡的話麻煩幫我們按個讚 或是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呢 也歡迎在景下留言 那麼母子女早上會報特別篇 下次再見囉